双炖当归黑鸡,分量1人,所需时间35分钟,简介 这道料理适合在第12天后开始进食 黑鸡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补充元气及加强血液 做月子期间的所有肉类都必须用热水焯以清除污垢 并确保烹调后的汤是干净的 当归则有助于调节月筋和舒缓疼痛及肠道 它暑热及带甜,更能加强血液 材料 1分之1只黑鸡,10片当归,6颗黑或蓝枣去籽 准备步骤 1.把黑鸡用沸腾的水焯大约3分钟 2.把焯过的黑鸡用冷的自来水清洗 这将确保您的汤是干净的 3.双盾黑鸡,黑或蓝枣,当归 要进行此步骤,只需将全部材料放入碗中 然后加满热水 盖上盖子,将热水倒入碗的周围 直到内锅的大约四分之三高度 4.盖上盖子,把温度调到最高 然后双盖四小时 5.待一切好后就能准备上桌 为什么作业的期间那么重要? 生了孩子会造成一个女人的身体许多的压力 失血过多,出汗,身体疼痛是其中常见的问题 作业子期间的目标是为了加强母亲的身体到原来的健康甚至更好 以及将子宫恢复到原来的大小 来自以保,马来西亚的作业子保姆卡伦 自从15岁开始向其母亲学习作业子料理并担任作业子保姆 至今已有超过10年的经验 及照顾超过60位作业子的母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